宅宅正夯!日一流企业挑人才,二特制大胜完美学历 毕业即将至,4月开始正式学业有成的学子们谋职的高峰期,更有不少企业联合在各大校园举办就职博览会 而邻国日本有别以往,近年一流企业选前任能的标准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摒弃以往爱用的高学历精英,大肆网罗过去在日本职场上相对弱势 被社会误认为不是生产,不善交际的宅男、宅女们 高学历精英们知识广度有余,深度不足,欲宅足恰恰相反 根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日本团联,详见复著,在2018年的应届毕业就职调查结果 发现沟通,交流能力仍然位居企业所重视的技能第一名,而且这个选项至今已蝉联16年,被认为是就职所必备的能力 然而,日本MBS电视台李老师也不知道的是,林先生经初二学,节目介绍,却有大型的知名企业专门瞄准不善沟通、交流 不懂察言观色的宅宅欲宅足,作为聘用首选,甚至直接言明比起学历完美的精英,我们更倾向录用宅宅 相传欲宅足一词出自于日本社会学者钟森明夫,起初带有贬义的意思在,也经常成为主流社会的业余对象,而欲宅足一词至今仍未有明确的定义 从动漫、贴道、追星追剧等静态嗜好、乃至动态的格斗技等特定爱好的族群皆可使用欲宅足的称呼 然而由于囊括的族群不断扩张,已渐渐跳脱出外界加诸的污名,甚至不少大方承认是欲宅足的艺人,例如日本知名团体SMAP就在此列 专注,会吵架是欲宅足就业优势 节目主持人,日本知名预备校讲师林修老师更指出了企业喜欢宅宅的关键 日本过去重视全才教育、知识的广度 以及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然而这样的知识却不容易具备深度 尤其是在现代,知识的广度可以相当容易地利用网络搜寻功能来补足,光贸的视野相较之下不如过去重要 而宅宅除了良好的数位能力以外,也相对更容易针对问题深入钻研,被认为是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才 众有这样培养出能赚一亿日元的孩子的日本投资理财专家武唐登记雄也表示 在现代社会之中,如何利用网络、手机、社群媒体等数位内容 是能否与世界接轨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一种协作,和他人交流的能力 更和孩子的国际视野、领导力有关,当然也对金钱收入有正面的帮助 不仅如此,林修老师也认为宅宅还有一个特点更加值得受到瞩目 那便是不懂察言观色,空气执意,不会读空气 宅宅往往有自己的见解,责善固执 不会因为要讨好别人而轻易改变立场,甚至会因此和别人吵架 虽然这些人在强调的日本社会往往格格不入 但反而能在讨论时激荡出有价值的结果,对公司带来更大的帮助 日本经济团联合会简称京团联,是日本企业组成的业界团体 以东京政交所第一部上市公司为中心所构成 京团联和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并称日本经济三团体 会长甚至被称为日本的财界总理,在日本具备崇高的地位 毕业即将至4月开始正式学业有成的学子们谋职的高峰期 更有不少企业联合在各大校园举办就职博览会 而邻国日本有别以往,近年一流企业选前任务能的标准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摒弃以往爱用的高学历精英,大肆网罗过去在日本职场上相对弱势 被社会误认为不是生产,不善交际的宅男、宅女们 高学历精英们知识广度有余,深度不足,欲宅足恰恰相反 根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日本团联,详见复注 在2018年的应届毕业就职调查结果 发现沟通,交流能力仍然位居企业所重视的技能第一名 而且这个选项至今已蝉联16年,被认为是就职所必备的能力 然而,日本MBS电视台李老师也不知道的是,林先生经初二学,节目介绍 却有大型的知名企业专门瞄准不善沟通、交流 不懂察言观色的宅宅欲宅足,作为聘用首选,甚至直接言明比起学历完美的精英,我们更倾向录用宅宅 相传欲宅足一词出自于日本社会学者中森明夫,起初带有贬义的意思在,也经常成为主流社会的严余对象 而欲宅足一词至今仍未有明确的定义 从动漫、贴道、追星追剧等静态嗜好 乃至动态的格斗技等特定爱好的族群皆可使用欲宅足的称呼 然而由于囊括的族群不断扩张,已渐渐跳脱出外界加诸的污名 甚至不少大方承认是欲宅足的艺人,例如日本知名团体SMAP就在此列 专注,会吵架是欲宅足就业优势 去重视全才教育、知识的广度 以及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然而这样的知识却不容易具备深度 尤其是在现代,知识的广度可以相当容易地利用网络搜寻功能来补足 光贸的视野相较之下不如过去重要 而宅宅除了良好的数位能力以外,也相对更容易针对问题深入钻研 被认为是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才 众有这样培养出能赚一亿日元的孩子的日本投资理财专家武唐登记雄也表示 在现代社会之中,如何利用网络、手机、社群媒体等数位内容 是能否与世界接轨的重要关键 同时也是一种协作,和他人交流的能力 更和孩子的国际视野、领导力有关 当然也对金钱收入有正面的帮助 不仅如此,林修老师也认为宅宅还有一个特点 更加值得受到瞩目,那便是不懂察言观色 空气执意,不会堵空气 宅宅往往有自己的见解,责善固执 不会因为要讨好别人而轻易改变立场 甚至会因此和别人吵架 虽然这些人在强调的日本社会往往格格不入 但反而能在讨论时激荡出有价值的结果 对公司带来更大的帮助 日本经济团联合会简称京团联 是日本企业组成的业界团体 以东京证交所第一部上市公司为中心所构成 京团联和经济同友会 日本商工会议所并称日本经济三团体 会长甚至被称为日本的裁界总理 在日本具备崇高的地位